经济部加工出口区积极吸引智慧产业投资高雄软体园区 并带动南部在地学子返乡就业 今天上午10点在高雄软体园区 办理持息在地学子返乡就业实习及采学合作煤盒会 签约仪式在加工处处长黄文谷的见证下 由台东大学校长曾耀明与高卵参与煤盒的八家厂商 包括允博、尔湾、达正、沙路德、新传智库等 共同签订采学合作人才培育的备忘录 这一次的合作案 高卵园区将释出包括人工智慧、数位媒体、资讯工程等专业人才的23个职缺 还有4家提供创业见习 提供给台东大学的学生实习及返商就业 为园区厂商、学生、政府创造三营的局面 这八家厂商有多自动训的 有一些所谓的跟数位内容都相关的一些厂商 能够今天来提供一个23个职缺的机会 那甚至也安排一个叫做创业见习 有4家那个创业见习 我想这样的一个美容者我相信对于未来 包括学校在中学院上或是在吸引学生训练书 等等应该能够帮助 那最重要是对我们高卵园区是相同相成的 我们高卵园区的这个厂商 台东大学校长曾耀明也谈到参与此次合作 对学生很有信心 除了128个毕业学分 其中还有9个全学期就业实习的课程 强化学与致用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学校所建构绿色大学所给予学生的有序素养 绝对与众不同 我们有把9学分的全学期实习法里面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 基本上他有一个学校重要的观念 就我们在推动绿色国语大学 里面所谓的绿色国语大学上的工学人了解 什么叫做永续发展的素养和行动 有个人的由内而外 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 七级梅河高卵园区厂商与台东大学合作 前市府经济发展局长 现任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研发处处长福和中也指出 除了是台东大学有非常多的孩子来自高雄 帮助返乡就业 最重要的是看上高卵园区 在AIOT与5G人工智慧产业的发展 极具潜力 而且这个国家规划 要把高雄园区的这个部分 这个基地还会再扩大 我们可能会有第二个区 所以未来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更重要的是 我们听到市政府在规划 要想办法把这个群区 这个地方能够作为未来 AIOT跟这个大数据5G的一个应用的示范场域 所以我想在座的不管是在座的企业 或者是我们未来同学 如果能够在这里就业呢 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因为未来这个基地会持续的成长 我想对同学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此次的合作案 其整合设计研发技术与制造的完整架构 并让创意与技术人才同步到位 为高卵园区培育跨域多元的人才 记者陈文平高雄报道 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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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